今晚巨人最中期第六集就要更新了 降低预期降低预期别太期待 反正干了一年了 我也尽力了 剩下的就交给各位看官吧 这是1月13号曹岛发的微博 没错负责第六集战锤巨人的正式草意 咱们的曹岛 看到下面的留言评论说 卧槽曹岛负责居然是这么重要的部分排面啊 曹岛居然负责第六集这么重要的集数牛逼啊 啊啊啊啊啊啊 我是不是多说了一个啊 居然是中国的导演超级大老A 厉害厉害 还有重铸国人导演荣光 我辈义不容辞 咱们有一说一 国内的人才呢确实不少 就问你 物善物行那打斗的画面 流不流畅 流不流逼 收敛点低调点 人家曹岛不都说了吗 降低预期降低预期 是的是的 是我激动了 也看到有小伙伴友情提示曹岛 下周记着关掉微博评论啊 这一年辛苦了 还有小伙伴就说的直接点了 预测总会有人不满意 但曹岛也是人 能力是有限的 不可能面面俱到 有批评也是正常的 所以曹岛呢 要顶住哦 还是有一说一 大家都清楚 巨人粉对巨人的要求 真理很高 而且还重口难调 理性讨论有正义的话 也不见得是坏事 只能说明巨人太火了 有的时候太火了呢 就会引起误解 当上 我觉得曹岛有几句话吧 说的很在理 的确往往就是因为 这些细小的地方呢 引起了大家的误解 曹岛也在微博中提到了 关于语言问题的秒数 这个很多人可能会有看法 但事实就是如此 作者是日本人 漫画的原台词都是日语 翻译再厉害 也无法百分百把原意还原 所以看汉话的朋友们呢 在对原作的理解 肯定会有一点差异 毕竟语言的背后 是两个不同文化的差异 有些地方 就算有起义也很正常 之所以会说到这个话题呢 就是对希望之门 这个词的解读 因为有一些人会说 你都提到门了 动画里没有表现 但非托比拉这个词 可以有文学性的解读 也可以有对大门的理解 所以其实可以不用那么矫正 我还在曹岛的微博底下 看到有人问他日语是不是很好 对对对我也看到了 他回复吧 我看乐了 他说还可以吧 毕竟在日本工作十年了 既然曹岛提到了这个希望之门 那咱们呢也多提一堆 首先要说的就是 为什么要用 日语中托比拉这个非字和门 门这个字有什么区别 下面咱们就有请咱们家的日语老师 卢卢酥 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说老师咱就真的不敢当了 只能说咱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吧 其实说到日语里面 这个非和这个门字 你要直接问我的话 有什么区别 我也可能会在想 有什么区别呢 不都是表示门的意思吗 可能很多学日语的同学 也都会这么想到 这个就太细了 平常生活中 也有哪个人会去关注 这么细的点呢 所以这一次呢 我就上网查了一下 也就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呢 作为一种参考吧 毕竟咱们也不是什么语言学家 就是仅供大家参考吧 对对对 我也查了挺多的 然后总结一下 他们最直观的一个区别呢 就是说门的话 就是日语的这个梦啊 它是在建筑屋的外面 比如说你家的房子 带个院子 这个院子的门 就可以用这个梦 再比如说像学校的校门 它这个门呢 就可以用梦 而这个写成非字的托比拉呢 它是指某一个空间的出入口 或者说为了收纳物品 然后带的那个东西 其实这个物品的收纳呢 咱也很好理解 就是像衣柜啊 橱柜啊 这种东西 这个时候 你是不是又联想到 它前一层意思 就是指到这个空间 你也可以把这个衣柜 橱柜理解为一个空间 或者是直观的 就是说这个空间指 房间 电车 教室 便利店 等等这些 都可以理解为一个空间 这些空间里所带的门 它就成为托比拉 非 不知道路路的解释 大家听懂没啊 听懂的你就刷个一 你获了你就刷个二 咱说完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啊 所以我就在想 为什么96话的标题会叫希望之飞哦 我觉得创歌可能是把 吸干吸纳去这一个整体 看作的是一个空间 一旦这个门被打破的话 那么巨人呢 就能侵入到这个空间的内部来 而且还有一点呢 我觉得巨人粉呢 应该都清楚 都还记得 就是巨人第一话中 最有名的那句台词 接下来的 它是把整个墙内 看作是一个鸟笼的 就把它比喻成了 是一种受束缚的空间嘛 而这个空间的门呢 刚好它就称为托比拉 可能应该就是这么来的吧 我就是这么想到 你这种理解 挺稀的 另外就是你把它翻译成希望之门 那它本身也包含了多层的含义 打破这扇门对于莱纳 那就意味着 他们夺回始祖计划 继续进行 这是当时的他活下去的希望 如果当时他们因为恶句 马赛尔被吃 就返回了马来 那么有可能莱纳的凯句 就会被剥夺 由别人来继承 同时 马来立场给莱纳 他们所灌输的思想 实施夺回始祖计划 打破这扇门 那也是拯救人类的希望 西干西纳去 这座瓮城 出入城墙的大门 将人类和巨人 在这座岛上隔开 这是平衡 打破平衡 是右边的希望 但是左边 却陷入恐惧和惊慌 在他们眼中 那是地狱之门 因为破门的那一刻 无数巨人涌入其中 墙内将沦为地狱 所以说 巨人咱得细评 哪怕是个名字 相信能够听到这里的你 不光光是热爱巨人 而且还希望更多的了解巨人 那么请给我一个赞 没错 对于你来说 这个赞是免费的 但是对于我们 这个赞就很重要了 因为它会让咱们这期节目的 让更多像我们一样热爱巨人的人看到 我坚信理解来自了解 只有了解才会减少误解 另外就是曹导还在微博中 提到了一个 大家一直比较关心 比较在意的问题 相信作为参与制作巨人中的一员 他的话 应该是能解开很多小伙伴心中的疑惑的 关于动画节奏太快 之前就说过了 动画的内容呢 是在制作前就确定好了的 原作者本人 委员会是必须要看过内容 并且同意才能下现场了 删减掉了一些内容 那也是制作委员会的决定 我们这些制作人员 没有那么大的权力 可以撼动制作委员会的决定 从曹导的这段话来看呢 巨人如何删改 都必须得经过 创歌本人和委员会的同意和审核 既然这样 那是不是就说明 能播出来的应该都没什么大问题 要不然创歌和委员会 也不会让他过审对吧 道理应该是这么个道理 专业的事 那就交给专业的人吧 咱们看就完事 就问今晚的战锤巨人 谁能忍住不看吧 不看的扣个二 留下你口是心非的真 最后咱们再来说说 今晚第六集的精彩看点 有点无言剧透了 动画党请慎重 那咱们就开始 第一大看点 自然就是战锤登场 对战Allen巨人 这个无疑是全程高能 第二大看点 就是咱们熟悉的调查兵团 那他也要登场了 三立兵长 让科尼 萨沙 Flock等等等等 第三大看点 就是调查兵团 这次他们身上穿戴的 新型立体机动装置 第四大看点 这个要是出现了 估计小伙伴们会幻乎缺跃成一片 就是兽具和兵长 是否能同况出现了 如果第六集有了这个画面 那么兵长再次看猴 下周就能安排上线 期待吧 宝宝们 这里是他蛋 那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